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实的挫败让他觉得物质等同爱情 这偏激的想法引起小薰的不满 两人产生分歧 而他的离去让黄达不禁想要去了解这个女孩 在得知他的故事后 他只有心疼 黄达知道他爱上了这个女孩 在朋友的怂恿下 自卑的黄达开始对小薰展开了爱情公式 为了证明真心 黄达做了有史以来最疯狂的事 就是用仅剩的钱买了彩票 两人一起熬夜 一起刮彩票 一起放肆大笑 可封闭的小薰却始终对他保持距离 为了让黄达死心 小薰故意带他去参加了自己的朋友聚会 聚会上 两人的差距也渐渐凸显出来 无所适从的黄达为了不打扰小薰默默地守在门口等待着他 他的执着与坚持让小薰感动 他不忍在伤害黄达 开始对他若即若离 可黄达却不在乎 他不敢奢求回报 只想让他开心 当知道小薰仍身陷过去的情感 原地徘徊时 他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 对他深情告白 那我现在就告诉你 10年后 20年后 30年后 哪怕50年后 我还会在这里 我爱你 但是我不会离开你 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你 我说过 我爱你 好多一次 两人的心似乎在这一刻又靠近了一步 后来 黄达用重彩票的钱买了一枚戒指 准备向小薰求婚 小薰想到以往的点点滴滴 冰冻的心开始释怀 当爱的天平静静倾斜 开始偏向黄达时 意外发生了 车祸不尽的徐卓突然从天而降 徐卓依旧那样帅气 可小薰知道 自己已经放下了这段感情 可爱情和责任该怎样抉择呢 一把适合的椅子让小薰体会到黄达满满的爱 他突然明白 原来在不知不觉中 黄达早已攻陷了他的心 当他找到黄达说出自己的想法时 自卑的黄达却在这一刻退缩了 他怕给不了小薰幸福 主动选择放弃 而徐卓健壮 趁机跟伤心的小薰求了婚 就在两人婚礼当天 一向怯场的黄达站上了梦想秀舞台 舞台上 他勇敢地说出了对小薰的爱 并为他唱了一首《爱的宣言》 而电视前的小薰看到后 瞬间泪流满面 他知道黄达是爱知自己的 他逃离了婚礼 来到了梦想秀舞台 并当着所有人的面 勇敢地对黄达求了婚 在众人的欢呼声中 两人幸福地拥抱在一起 影片玩 虽说这是一部爱情片 但我觉得这更像是一部励志电影 它让我们懂得 只要用心付出 再平级的徒弟 也会滋生爱的土壤 再不般配的人 也会真心相爱 爱不需要等待 所以 勇敢地去追求真爱吧 好了 小薰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第101次求婚》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 让黄达彻底沦陷 为了感觉 展开了爱情公式 为了证明 最疯狂的事 就是用整 后来 黄达彻底沦陷下